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蔡英文打脸这个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不是个灾难 却还是抹黑说九二共事才是风险 那么赞浩康就批评蔡英文不要胡说八道 选战倒数十一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赔兰英小鸡站路口败票 而双北立委和台北市长蒋湾也兵分多路上午七点半同步接口催票 华康佩芬进合集赵少康和立委候选人扯扫败票 赞清德先前说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应爆台独争议 连蔡英文都不正同直接打脸赖清德说宪法不是风险 但小英却说九二共事的一中原则会带来风险 也算是打脸赖清德的 但是蔡英文介绍讲的话也很奇怪 我们认为的九二共事的一中是中华民国 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绝对不是一国两制 选战倒数来与厮杀激烈 何以重提若当选要组联合政府的承诺不变 赞清德在辩论会上冒出了一句话 他说把中华民国宪法当成了护国神山寺灾难 其实他的原文连宪法两个字都没有 他是直接讲把中华民国当成护国神山寺灾难 后来他哀哄之后才说哎呀我可恶了 我讲的是宪法 问题是他讲中华民国跟讲中华民国宪法有差别吗 那么现在传出说是不是其实这样的说法 连蔡英文总统都生气了呢 在这个元旦的文告上很罕见的 他不但呢把这个叫做林佳龙呢 还有这个赖清德两个人呢叫上台 陪他一起来发布这个元旦文告之外 而且他是亲上火线回应哦 他说中华民国宪法不是风险 是跟九二共事连结才是风险 好了那么后来呢 这个赖清德他也自己承认 他后来就说了 未来我会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根据宪法法令来推动国阵 不过这场景非常的奇妙 因为可以很轻松的可以看到 林佳龙真的当天看起来是一派轻松 你看满脸都是笑容 然后呢站得还有点三七步 可是呢 麦清德看起来一脸非常的严肃 他双手握拳 表情看起来相当的没有灵魂 就好像是犯错的学生一样 是不是呢 握拳站着婷婷的直立立正 在听老师训话吗 虽然是个宪法灾难说 就被质疑说 是不是连蔡英文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呢 好郭正亮怎么看呢 他说蔡英文大概是跌倒在地吧 赖清德怎么会把话讲成这个样子啊 他认为未来赖清德一定会再犯 因为他会不自觉地讲出来 所以AIT肯定已经打电话给总统府了 不然蔡英文为什么要出来开记者会呢 他说赖清德恐怕是什么 改不了吃什么了 好了 那么曲照相教授怎么看呢 他说赖清德失言不只是灾难书 媒体问他是否认同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 他却说他只愿意遵守宪法的一般规定 可是有关于台湾国家定位的问题不能接受 请问有任何法律可以让你选择性遵守吗 我遵守一半还是三分之一吗 有这种事情吗 好 侯友宜怎么看呢 他说赖清德身为副总统还要来参选总统 请问这样的发言到底你是参加哪一国的选举呢 这要让人民能够信赖吗 而张浩康说赖清德一下说宪法是灾难 一下又说中华民国护国是神话 赖清德台独和战争 那么张浩康说根本叫做三位一体 这才是灾难 如果赖清德当选 那台湾的风险是立刻就会马上就会到来了 所以他认为选民应该赶快想清楚 不要选完之后才来后悔 好 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难得看到的画面 也就是蔡英文简直像是在对赖清德训话吗 让他看起来简直就是一脸严肃 像是被老师训话的样子 所以是不是这个宪法灾难说 根本是连蔡英文都没有办法接受呢 汉妮怎么看 宪法不认同的话就是要搞台独 那很显然的美国人是不高兴的 所以赖清德这方面你感觉到他好像所谓的 双手握拳表情严肃 如犯错学生听讯 他当然并不是不爽蔡英文 他不爽的其实就是美国老大哥发话 否则你认为全台湾除了美国之外 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 还有谁能够叫得动蔡英文出来开记者会呢 大概也只有高端跌停板吧 所以当然了宪法如果叫灾难的话 那难道我们大医学的宪法课叫做灾难课吗 所以不论赖清德他到底讲的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要称为灾难都是非常不正确 而且就是叛国的言论 首先赖清德多次在担任民意代表 市长行政院长副总统的时候 都有对着宪法宣誓效忠才能来就职 第二个那这所谓的灾难宪法 当初也是在陈水扁执政末期完成了修宪 而参与修宪的人有谁呢 就包含了赖清德 他也是国大代表当时有参与来修宪 所以如果说宪法是灾难 那么灾难的源头之一本人就是赖清德 那么再来是赖清德当选才是真正的灾难 蔡英文现在虽然想要护航说 哎呀这个宪法不是问题 是九二共识的宪法才是问题 虽然打脸了赖清德 但这还是民进党的台独论述 今天仍然是要破解他 讲了很多次所谓的九二共识跟一中原则 我们先看一下 1992年国家统一委员会当时主持人是谁 李登辉 民进党蔡英文所遵循的李登辉 在里面把一个中国的含义讲得非常清楚了 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但双方赋予的含义有所不同 中共当局认为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我方认为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这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精神 他讲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讲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现在民进党每一次都说 哎呀那你看习大大啊 这个大陆每次都讲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对啊这就是在各表啊 就他讲他的我讲我的 我们当然要讲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才符合九二共识的核心价值 所以如果民进党不断的去讲 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真正成为中共同路人 真正去唱和中共 真正中共的在地协力者 就是民进党 民进党如果真的要遵循中华民国宪法 应该大大方方告诉全世界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那很显然的蔡英文不会讲这个话 赖清德也不会讲这个话 实际上翻开宪法理念当中最核心的关键 就是大陆地区仍然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那这是蔡英文也好 赖清德也好都不能够提及的 虽然说蔡总统他算是公开推翻了赖清德 所谓的宪法灾难说 但是他也说宪法与九二共识连结才是风险 那么学者黄介正就跳出来批评 蔡总统的逻辑也有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中华民国宪法怎么会有九二共识呢 九二共识的一中可以各表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华民国宪法 按照蔡英文的逻辑 要不是不承认一中就是把九二共识的解释权是让给了大陆 虽然说蔡英文比起赖清德还会说说中华民国的宪法 可是我们的宪法就是一个一中架构的宪法 如果他连一中都不承认 不就是和赖清德一样就是完完全全的台独立场吗 介大使怎么看 对 我觉得先有中华民国才有九二共识 这是非常清楚的 蔡英文我不晓得他的逻辑真的是有问题 对 那九二共识事实上话 这个是台湾的户 这个台湾的这个真的是整个定海神针 因为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中宪法 对 我们这个目前对于国家的定位就是一个中国的定位 我们在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这个前页里面写得很清楚 在国家未统一之前 我们国家分为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对不对 国家未统一之前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中国 我们将来还是要统一的 所以没有统一之前我们是这样开 那在没有统一之前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场 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 就是我们的宪法 我们所有的整个国家的运作都在这部宪法底下来运作 那赖清德说中华民国是灾难 那请问一下他是讲蔡英文是灾难吗 蔡英文代表中华民国 他是讲蔡英文是灾难 还是李登辉是灾难 还是陈水扁是灾难 这个都不知道一起都骂进去 所以蔡英文才会莫名其妙 从来不开记者会突然跳出来 然后叫赖清德站在那边陪展 骂给谁听 骂给台湾忠于中华民国的这些我们这些台湾人听 然后骂告诉全台湾老百姓 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 这个国家不是灾难 那很多这个中华民国 好他分出两个时期被民进党 在大陆时期跟在台湾时期好了 那台湾光复的时候 事实上日本人对台湾人怎么样 对不对 台湾人去被真的十几万跑到日本去 去当什么 当军夫 对不对 去日本帮日本人 然后被日本人疑神弃止了 日本的警察在台湾叫大人 在路上可以随便可以用施行的 对不对 中华民国到台湾以后 都是同胞都是血肉 那个时候开放地方自治 然后台湾经济走上奇迹 中华民国怎么会是灾难呢 请问请赖清德说明 中华民国带给台湾什么灾难 让他旷公之子 可以怎么样 可以今天来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这个是灾难吗 这个叫中华民国 在台湾是灾难吗 如果是灾难的话 他选什么中华民国总统 我觉得他不需要感恩 可是他也不需要把中华民国 讲得这么不堪 中华民国在每个台湾人的心目中 大家自有定见 我们曾经享受过台湾人 台湾前烟角末的时候 那是在中华民国时代 我们有台湾之光 我们有台积电 也是中华民国的官员 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世界上排名 都是二十几 三十几 十几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收入 我们的过去 在蒋经国总统时代 我们这个所谓的均富的社会 都是世界的荣耀 我们看到中华民国都是荣耀 什么叫灾难 请赖清德说清楚 那蔡英文为什么要出来呢 蔡英文本来可以不管的 这个没有蔡英文的爸爸 出来讲话 是不会可能他出来 紧急召开一个记者会 讲的就是什么 中华民国 对 意思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讲这些模拟两可的话 可是他还是要对美国爸爸交代 因为赖清德就跟 刚刚赵少康讲得很清楚 赖清德台独 再加上什么 这些 这些民进党 基本上三位一体加起来 就是代表战争 本来台独家民进党 基本上大陆已经在这边 磨刀祸祸祸 再加上这一位 你看他处理危机的时候 是这种死杠到底的 这种个性 性格严重缺陷的人 今天要领导中华民国的话 那就是非把台湾搞到什么 调到那个万丈深渊 他也不会后悔的 他不会后悔 他今天就跟他那个赖皮疗一样 死赖到底 你去赖你家的 你去赖你 你去赖来历不明的那个伪赃建筑 我觉得蔡英文的爸爸出来 也就是他的后台老板AIT 出来死利 然后蔡英文出来 那个场景真的很难看 就是在那边教训赖清德 公开教训 你以为美国做不出来 美国就会叫蔡英文说 你给我开个记者会 你叫赖清德在旁边 给我站在那边 叫他自己在那边反省 让他站那边 然后表示你 我的意思到了 以后你自己小心 你自己看得办 所以这次赖清德 不晓得第四次还是第五次 当场被美国狠狠地修理 不过蔡英文一边说 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但是一边却又否定了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那么事实上 想一想好像很像的事情 也同样发生在台湾 他对死刑的态度 不是一模一样吗 有73.5%的民众 是不支持废死的 高达85%的民众认为 法律对加害者 其实是过度的保护 宏友宜就认为死刑 应该要来依法执行 结果蔡英文说 哎呦台湾还没有废死啊 总统也要遵守法律的 但是结果呢 蔡英文却放任 他的爱将赖清祥 蔡清祥 直接修改了法务部的内规 让大家不用执行死刑了 因为你只要上诉啊 非常上诉啊 但要去这个 申请宪法的示线啊 就可以不用执行死刑啊 结果现在不就等于是 实质废死了吗 那这不就跟蔡英文 对宪法的态度 是一模一样吗 嘴巴上说 没有没有没有废死 最后凌驾法律 直接变成了一个 实质废死的 不就是民进党吗 董哥怎么看 什么叫总统 也要遵守法律 那你爸爸蔡杰森的 墳墓 为什么要放在 翡翠水库 行水器上面 你就知道 他是不维挽法律的啊 你就硬要摆啊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翡翠水库已经用多久了 所以蔡英文 他其实 昨天是有备而来 他知道 赖清德捅了一个 大的肉子了 那现在怎么办 他把赖清德交在旁边 教训赖清德给AID听 就是说他 就是赖清德 自称是口误 其实不是 是内心自己的讲话 蔡英文 心里很矛盾 他非常清楚 赖清德是一个 非常会背叛的人 你想到赖清德 绝对想到背滚 我们闽然话讲 这个人就是 会忘恩乎义 背后涨恍骨的人 所以 可以看到了 蔡英文讲这个 讲了肉肉等 那其中对民众来讲 因为今天有民调做出来了 他在解释 为什么不执行死刑 因为 佛友宇有提到这一部分 提到特征组 那其实台湾民众 对佛友宇是有信赖感的 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警察 即使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对他也是一路的拉拢 希望他去选嘉义线 又去选台中市 又要他选新北市 找他三次 不同年份的选举 佛友宇如果归顺了 佛友宇就是不得了 人民的英雄 佛友宇没有归顺 代表国民党选举 佛友宇就是很烂 他的草地皮 就每天就讲佛友宇的不是 那请问一下 是非在哪里 蔡英文 周天有备而来 带他去解释 这个为什么他们要废死 我告诉你 台湾废死的故事 从哪里来 台湾废死就是顾立雄那批人 开始在做了 因为我过去在组织节目 我常做这个议题 所有台湾废死的人 我通通认识 因为我们会找他来讲 那当然我们会找其他人来讲 最主要就是顾立雄 那其他那些律师 学者就依附在他上面 他们就有一套他们的讲话 但是民意啊 大家看快八成的民意 从来就是这样 从来就是大概八成左右 那为什么他们不用 不用被判 被执行死刑 因为民进党自己在搞鬼 除了蔡清祥之外 蔡清祥非常不堪 他最高的兴趣 就是跟那些诈骗乱合照之外 他能干嘛 那蔡英文哥是让人法子 他故意这样讲 你知道我们这些死刑犯 台湾现在的死刑犯 唯一会被判死刑的 就是杀人如麻 或者杀人非常残忍 或者杀直系血亲 人查自己的父母 这种人才会判死刑 你今天在外面把人家公司逃空 一百亿一千亿都不会死刑 都不会 做了多少欺骗的够当 也都不会死刑 把人打成重伤 重残也不会死刑 就是把人杀死用残忍的说话 那蔡英文非常清楚 他故意在拖延 他说因为这些人都在申请死刑 你知道这些死刑大法官 故意不审 这十五个大法官 全部由蔡英文提名 那这些人也都是 跟会使联盟相关的 各位 那你既然来死刑 我就让他在法律行程里面 就说他还在申请死刑中吗 各位朋友 里面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有个叫销辛财的 他杀了警察 他失陷 失陷了六次 六次每次都驳违 一驳违 会使联盟的人 马上拿申请书去给他 你只要签字就好 又提出来 那我们的大法官又开始玩来他 又申请中 这个就是作假 就是故意在那个 为什么 大法官今天一驳违 晚上我就执行了 我还等你明天去送 对不对 你如果要大家来玩 办法的话是这样玩 杀警察 他今天已经七十一岁了 不执行 十几年不执行 他跑去大陆十年 民国七十几年杀警察 跑去大陆十几年 后来想要偷渡回来被抓到 各位 后来三审丁业死刑 还有王柏英 他怎么杀警察 他跟他弟弟为了抢警察的枪 警察骑摩车 他们就铺上去 用刀子 把脖子割了 在戏子 各位朋友 这种人 不判死刑 不执行死刑 早就判了啦 我告诉你 我们的政府是邂逗 而且令人滑指 大家看了都非常愤怒 怎么会有这种人 没有错 还有一个叫王信胡 也是杀警察 警察临检 他把警察干掉了 不执行 那个警察 我名字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是桃园人 客家人 他叫 他叫范江曹国 那也是一个老案子 各位 这些都已经十几年了 民进党故意说 那个司法 那个宪法还在审理 怎么样 故意恶意 我觉得非常差劲 令人滑指 没尾没尽 冷血冷酷的民进党 应该让他下台 所以释线原来没有上线 可以申请六次 十次 八次 一百次都没有关系 可以永远释线到底 好 赖金德公开说 中华民国宪法是个灾难 对选情造成的冲击 那么蔡英文现在帮他定调 说宪法不是风险 那么赖金德也说 是是是 我当选之后 会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根据宪法推动 来推动国阵 那么就连萧美琴 昨天他在辩论会上 也不断地提到说 要走蔡英文的路线 就是要替这个赖金德来消毒吗 虽然说蔡英文跟民进党自认 自己的两岸政策是可靠稳定的 但是可以保证 赖金德未来的两岸路线 一定会走蔡英文的路线吗 蔡英文的发言 能够代表赖金德的立场吗 如果赖金德 他真心认同蔡英文的路线 不认为中华民国宪法是个灾难 为什么他不能够自己出面说清楚 讲明白非得要靠蔡总统 来帮他消毒吗 史老师怎么看 我先讲说 其实应该是他是内话 应该不是讲错话 那他其实中华民国 跟中华民国宪法是 本来就是中华民国 就有好几个面向 好 那就宪法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讲这些东西 其实是有点奇怪 但是也不奇怪 我会觉得说 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赖金德 他基本上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他就是走抗中宝台让小英来走 然后他绑装就好 然后政策随随便便 这是德国且过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最近大概是因为他们巴黎老家的事情 选情不是很好 所以刻意大概是要 故意要区隔蓝绿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这蓝绿百三个人 一开头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往中间走 没有差很多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后来侯友宜就是 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 对不对 很清楚的就是说 我们知识栏战斗栏 这个部分就回容整合成功了 所以他可能也故意要边陲化这个KP 所以一直在对打 然后这边也对打 说台独党纲等等 所以我再猜是个样子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码机 就是说前阵子 我们的国安局长忽然跑出来讲说 两岸并没有兵凶战委 对不对 然后几个屁孩也跑出来 新潮流屁孩就出来修理这个局长 但是这两个礼拜 忽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小英忽然跟美国的一个媒体 做视讯 然后讲说对岸其实短期内 看起来到什么时候 应该也没有看来要打出打 所以这个是符合美国 川普的拜登跟习近平讲说 这次选举 大家都不要去动两岸这个部分 台湾海峡不要动 所以其实他这样讲的时候就合理 但是就是说他应该是内化了 不过我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子 回头再讲说 昨天蔡英文把他讲得很清楚 我其实一直在讲说 这几年兵凶战委这个样子 某种程度小英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坦白讲 因为上一次就是刚好他选举的时候 817有没有 他其实九合一其实情况不是很好 那忽然怎么会八百一十七万呢 很明显的就是刚好一个香港匆匆 然后一个就是习武条 那其实你如果回头再讲说习武条 其实他其实基本上他其实很 你知道他讲说有一个是香港的 好这个一国两制 然后有一个是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暂时就是这样 一个邓小平的一个中国 那一个中国倒是一个 所谓的比如说中华民族等等 还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 其实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小英故意把他强奔 把他压死了 所以其实现在老共也不太想讲 不过回头再讲 九二共识如果是一个战刑决定 也未尝不可 是不是长此久完是另外一回事 还记得王毅那个时候 应该是2016年他当外交部长的时候 他在美国就讲说 是不是可以在对岸的 对方的这样的宪政体制之下 大家来做交流 某种程度应该是默许 但是比较可惜是李克强出来打脸 这很有点像行政院长出来打脸 外交部长有点奇怪 所以我再出来 后来李克强不是就没有接班了吗 然后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们也不知道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老共其实 某种程度说就这样先 大家先这样过去 我觉得小英其实始作俑者 不过赖青的他大概没落地走 大概是我会觉得说 其实小英他是打安全牌 打阿扁跟李登辉 只不过说他现在可能 忽然要走险棋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昨天的副总统辩论会上 赵上刚的表现大爆发 大家都说他的表现真的是太惊人了 好那他那个炮火四射 首先是针对了赖青德的赖皮疗 他说二十几个特勤 看守赖青德的违建 管局还租用修缮 四年违安期 马花了七千万 这是不是贪毒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呢 好那他也说民进党执政八年丢了九个邦交国 这个如果国民党执政要再跟大陆谈外交修兵 不要再抢来抢去了 这个是无谓的浪费 另外他也直接放大局 他说他辞去了中广董事长兼总经理 还有董事的职务 如果当选副总统的话 他连四年的薪水福利通通都不要 副总统官邸还要捐出来当青年住宅 全部免费连水电费通通都有赵少康来出啊 哇果然呢 这副总统的辩论会上 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讲话 真的超级有分量 因为几乎一大堆部会分钟都跳出来 要来自己自清跟回应啊 好国安局就说 没有没有啊 我们只有租房子 每个月花八千块跟水电费而已 所以啦 他把维安人员通通都当志工吗 难道维安人员派到了赖清德的 这个万里老家为鉴去守房子 守一个他儿子的空房子的时候 都不领薪水的吗 请问这些维安人员通通都是当义工 不用没有拿钱吗 请国安局把证据拿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啊 好再来这个外交部怎么说 外交部说 哎呀外交休兵的背后啊 是九二共事啊 这个得出的苟安的结果啊 是被隐蔽的风险 还拿来当成是政绩啊 好这就是一个 断交了九个国家的外交部 还大言不惨的出来说的话 他说啊 什么九二共事 得出了苟安的结果 那你有办法 这个有更好的结果吗 你做的是什么呢 过去啊 这个国民党时代呢 是增加了110国的免签证 台湾还被列为WHA的观察员 这是苟安的结果吗 那请问你外交部 又交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好再来啦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赖清德晋总的发言人 戴伟山跳出来说 哎没有耶 赵浩康还有中广 百分之二十七点六的股份耶 你只有辞职 没有放弃股权 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吧 人家合法的 还不需要辞的 中广董事长跟总经理 都已经辞掉 连董事都辞了 那股份也是他合法买来的 为什么你要叫他放弃呢 那请问你违法的赖皮疗 现在免拆 然后呢 要求合法的凯旋院 跟中广的股份 通通都要捐出来 这样真的合理 有道理吗 好事实上赵浩康在辩论会上 还有一个大爆料 原来去年曾经有邀请国际巨星 泰勒斯来台湾 结果最后对方却说 因为地缘政治有风险 因此而取消了 没有想到 连文化部都跳出来反抢赵浩康 说你讲的不是事实啊 你看你看 在高雄我们举办演唱会的时候 大爆发 很多国际巨星都来参加 用这个来反驳赵浩康 但是赵浩康今天就拿出了 泰勒斯的行程表来整个还原经过 说在过去是在去年的7月跟8月之间 而且不但和泰勒斯的团队有联络上 对方还把他的整个行程都交给了赵浩康 告诉大家说 这当中哪些时间有可能来台湾表演 问中广是不是有意愿来合办 当时赵浩康说他立刻去找了场地 找了桃园的张善镇 找了台北的李四川 都有借过场地 李四川还说 明年的3月一定可以借场地给他 但最后泰勒斯的团队却回应说 因为台湾有战争的风险 他们可以开放泰国厂 让中广来主办 他们很愿意到泰国去 可是不愿意来台湾 所以赵浩康就痛批文化部了 你有跟对方接洽洽谈过吗 你不知道情况 最好不要出来讲话吧 好 新年萧美琴说 这个民进党执政 让台湾在世界上被上架 台湾不再被误认成为泰国 既然蔡英文都说 台湾是这个世界的台湾 结果怎么泰勒斯宁可去泰国 不肯来台湾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汉婷 泰勒斯有把台湾误认成泰国吗 首先泰勒斯拒绝的这个证据 那我们希望如果能够公开出来的话 那当然是能够更加的清楚 但今天我们关键并不仅仅是在泰勒斯 民进党告诉大家 我们高雄也邀请过很多的人 Blackpink或者西城男孩都有 为什么 第一个呢 其实在高雄很多时候 招揽这些国际巨星的时候 它是厂租费全部都免费 所以人家当然都愿意过去 因为它反正用的是高雄纳税人的钱 那再第二个是时间上的问题 对于这些乐团你看 它如果是在今年的上半年 今年的年终 那没什么事啊 可是泰勒斯邀请的时间呢 是在去年的年终的时候 邀请到2024年的三月 就是在今年投完票 所以对方稍微有一点政治sense的 就知道2024一月之后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所以高雄讲 2023年很多的明星都来了 但并不能够证明 2024年大家都觉得没问题 所以呢 过去以来 那这些明星之所以愿意来到高雄干嘛 那也不过就是五天十天的事情嘛 所以看的并不是很准 真正要看 大家觉得台湾有没有风险 应该要看的是长期的投资者 所以你说我只是来办个演唱会 我就待五天 这五天肯定没什么事 因为呢 2021月之前 选前肯定 风险不是很高 可是如果人家是要持有长期的股票 持有长期的资产 那你看巴菲特去年 狂提走狂砍台积电的持股 不就非常明显了吗 2022年 外资卖超台湾 1.23兆 2022年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裴洛西事件 所以有了还台军演 所以当时外资吓死了 对吧 两岸的战争一触即发 地缘政治风险极高 而在过去以来 彭博社里面也都有报道 包含像是 澳洲避险基金 叫柏拉图公司 里面的这个执行长就讲说 台积电受限于地缘政治的风险 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估 2023年的10月份 说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增加 当时外资连续11卖超 鸿海提走了170亿元 甚至在2023年的11月 美国媒体也报道 就台湾的股市 深受地缘政治风险 所受到影响 因此很多长期的资产 大家都不愿意投注在台湾 或者我们像先前有提到过的 那一家公司在法国 曾经投入52亿的 这个叫做灰能科技 那他们的公司执行长直接说 为什么我们宁愿在法国投资 也不要在台湾扩大呢 就因为觉得台湾实在有风险 更不用说过去还有 加州圣地雅各 Clearvest的公司投资长 叫做佛汉 他也讲说我们密切关注 台湾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台湾在2024年选举过后 一切事情实在是难以捉摸 而如果是赖清德当选的话 显然两岸关系更加的紧张 对于要持有长期投资的人来说 这当然会是一个风险 而今天两岸的风险 像蔡英文元旦说 世界看到台湾 对啊世界主要的媒体 都看到台湾觉得什么 觉得是最危险的地方 觉得是最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而这难道就是民进党 要告诉全台湾人的吗 我们终于让世界看到了 看到什么 看到我们很危险 看到我们兵役要延长 看到我们教导要增加 看到我们导弹要从空中上面飞过 所以民进党带给大家的 确实就是台湾变得更加危险 而没有更加安全 赵浩康在辩论会上也主张说 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的话 要和大陆再谈外交休兵 外交部马上反批 所谓的外交休兵 其实是让中华民国的主权 暴露在一中的风险之下 得出的苟安结果 但就像赵浩康他强调的 在马英九执政八年底下 两岸没有兵凶站围 而且有四百万的大陆观光客来台湾 全球是120多国都给我们中华民国免签证 邦交国一个都没有丢 这样叫做苟安吗 那反观民进党执政的八年 丢掉九个邦交国 WHO国际刑警组织 IKO CPTPP RCEP通通通都进不去 也没有跟美日签FTA 然后台海还兵凶站围 这难道就是民进党带给大家的太平盛事吗 所以我们要请前外交官 介大使来告诉我们 这样的情况外交部说的真的能听吗 胡扯八道 什么叫苟安 我们外交部从来没苟安过 我们为了中华民国的利益 在全世界从来没有一日不 不这个打起精神来 这个努力奋斗 我跟你讲 所谓外交修兵 就是我们两岸不互相争夺邦交国 让邦交国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常态 你不要去挖我邦交国我也不去挖 这是外交修兵 并不表示我们不扩张我们外交空间 你知道在马英九的八年 我们不跟大陆争夺邦交国 所以你不来挖我邦交国 我也不去挖你邦交国 那这叫外交修兵 可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可以说是收获丰盛 外交部没有一天在那边松懈的 没有修兵 更积极 我们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 我们成为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的贵宾 每两年参加一次联会 世界卫生大会我们每年受邀 我们中华民国的代表团进入会场去开会 这是我们退出联合国三十几年第一次 另外一方面我们跟很多国家签了什么 签了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跟新加坡签了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跟这个纽西兰签了自由贸易协定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我们获得了一百多个国家免签证的待遇 这些国家看你两岸关系合缓 他就愿意问你跟我们发展正常的关系 我这只是落落举其大者而已 那太多了 那这些东西到了所谓说苟安 说别人是苟安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苟什么 他是苟且吧 那么这个吴钊燮苟且外交 然后他得到什么呢 第一个他一上来以后 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还没有了 我们就从此成为绝想 然后国际民航组织两年一次联会的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然后请问一下我们的免签 他有当做一回事在办吗 没有 有增加吗 没有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我们请问一下 他那个自由贸易协定 他加入了哪一个 双边的一个都没有 你是RCEP CPTPP 都是什么样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还来批评这个外交修兵 那个时候的成就 那么现在不要说外交修兵 他是外交器兵 丢弃的器 他不但怎么样 邦交国一个都没有增加 他丢了九个邦交国 这个东西都还不要负责 还好意思笑别人 还批评别人 真的是应该给他一面镜子 自己好好照一照 镜子 好 昨天张浩刚在辩论会上 也猛批赖皮疗 让二十几个特勤人员 来帮忙看守一个 幽灵的非法的房屋 而且还是他儿子的房屋 四年恐怕至少要花 七千万的公帕 他问赖清德 这样算不算是贪毒呢 国安局忙跳出来澄清说 没有 我们驻守在赖清德老家的支出 每个月只有房租八千块 和水电的费用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国安局 难道派驻到过去的 维安人员 他们能够证明 过去这段时间 他们完全不知心 通通都喝西北风吗 不只没有领薪水 而且不领国家 会给他的退休金 然后呢 也没有拿任何的伙食费吗 你要不要把证据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呢 国安局说 没有为了赖清德老家 新增任何的维安人员 那国安局不就承认了 在赖清德还没当副总统之前 国安局有多达二十几个人 本来是冗员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否则的话 怎么可以派二十几个人 跑到赖皮了去来守卫呢 而且不用这个 不用增加人手 而且呢 还不会影响到任何的调度 所以维安特群这些人 到底是从哪里 蹦出来的呢 是老师 我先讲结论 我觉得这是贪小便宜 公司不分 这只有在过去 好久好久以前 大概只有说 有时候会叫阿兵哥 到家里搬个忙 然后或者是说 找工友怎么样等等 那现在已经什么时候 我不认为会有人 做这种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讲说 像这种的 这种的所谓的维安 总统 副总统的这样的维安 这是国安局负责特勤中心 其实他是有他的一定的 这样的规矩才对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总统跟副总统各自有一个 四位长 没有错 是一个大概是少将 中将这样子 他们会去瞧 但是呢 这个除了说国安局的 这些人以外呢 我们还有铁卫 宪兵 然后还有这个管区的 你知道他有点像是那种 蛋黄区 蛋白区 蛋壳区 这样子的 那个其实不少人手 而且还有一些人是 紧急的时候 要调动的 那你忽然 坦白讲 你看美国总统有没有这样 就是说我的这个官邸 这个部分 然后顶多我不晓得 还有其他的 跟着临时要去哪边 要调动这样子的 没有说你的老家也要 你偶尔去的时候 再派去而已 而且他在讲说 因为讲不清楚 说我亲戚的 就是他儿子的 那就是说 他已经把那个 国库给儿子的 做一个人头而已 我觉得这样是 完全是不对 我讲那个 那个分纪 我讲一个就好了 就是说 当时雷根被暗杀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老布希是副总统 是在德州 那时候是不是要搭专机 然后或者在外面 要搭直升纪总统的 他不敢搭 你知道那个分纪 总统没有授权 他是不敢搭 他也不敢开国安会议 同样的911爆发的 那个时候 小布希刚好在佛罗里达州 那钱你还好 钱你是有授权 所以他跟来时 就是国家安全顾问 两个就一起在那边掌握 那这些东西 其实不能这样 随随便便的 这样把国家 当作自己的公司 一样的 我只是要举个 几个这个 没有 我是讲一下 那个时候 李傅要找我去 有个位置要我去 我说我小孩子 刚好念小学 我每天接送 我说送是可以 接会有问题 因为下班的时候 开那个会议幕了 会议是要开很久的 没有关系 他说 施老师 我们有找一个外面 另外找一个司机 我们自己付钱 然后找了一辆车子的 这样子的 你就来 没有关系 我才不要让人家讲 你公司不分 这样是完全是不对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 讲好了 你知道有时候 我就讲我前证就好了 你知道我们班书 出版社大概班错了 因为我们家是没有电梯的 然后就都放在一楼 你知道我们下班 五楼是很辛苦的 就我太太的助理 听了以后 找他男朋友 一起要来班 我说天哪 是不可以的 这是公司不分 除非或说 我事先跟你讲好 说你要付你多少钱 你知道 这会让人家讲话 这样子贪小便宜 你知道这样的人品 其实坦白讲 是不是很好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屏东的议长周典论 先前在凯告帮侯康站台之后 隔天马上被检方 以连数行贿罪来收押境界 那么赵康就质疑了 在选前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被生压很奇怪 那么他也点出 负责这个案件 是一个女检察官 而他的先生 是屏东的法治科长 而他的前长官 很凑巧 正在代表民进党 在屏东选立位 那么赵康康就质疑了 难道不需要回避吗 现在全台湾的里长 只要从大陆回来 统统都被约谈 赵康康也痛批了 上到蔡英文 下到这个什么 民进党的各个大咖的官员 包括赖清德去大陆的时候 难道都没有被人家 招待吃过几顿饭吗 如果吃了一两顿饭 回来就变成共产党 那赖清德 是不是已经变成共产党了 董哥怎么看 蔡英文 赖清德 萧美琴 及中国大陆都接受 对方的招待 我非常肯定 那其实他们的嘴眼 就在用来对付别人的时候 就是充满了栽赃 周典论这个案子 百分之百是政治操作 百分之百 虽然说屏东地点署 出来解释 那些东西都是很稀微的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周典论在5月17号 7年5月17号 当国民党征召了活友一事后 那郭台铭就很不高兴 他们国民党就有三个本岛的议长就全力去挺郭台铭 最主要的龙头老大就是周典论 接着就是彰化的谢典林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还有蓝头的 那大家看了就这样 周典论他全力去充斥 因为郭台铭必须要用联署 所以他到处去帮他 那帮他的时候 里面当然因为他在地方当议长 人脉非常熟 他就请来了地方的那些乡镇市长 那些人就去帮忙联署 那乡镇市长里面曹州镇的镇长 他叫周品权 他非常卖力 结果因为那时候就传出来 说周品权用一票两百块去买 帮郭台铭联署 结果周品权10月26号就被生压了 那生压大家就讲说 哇那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样 他其实已经开始走向政治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10月26周品权被收压 11月24郭台铭没有去登记 那郭台铭这些票怎么办 如果到国民党那还得了 如果郭台铭再出来帮国民党站台那还得了 他们是想的是这样 所有东西都是政治考量 各位朋友 我为什么特别把10月26号挤出来呢 因为12月26号 我们的议长周点论就被收压了 为什么要两个月 你已经抓到周品权 为什么要把它放两个月 这个检察官当然他有他的考量 对不对 其实你今天抓到了周品权 你说他真的咬出周点论 你第二天就要去压周点论 怕他跑掉 这是一个随便办案的一个经验 那这个女检察官叫钟佩怡 那他老公没有错 他老公是习葵户过去的所下 简单讲 就在屏东县政府任职 习葵户是原来在屏东县政府当处长 那本来不是提名习葵户这个民进党这个人 因为前面那个人涉及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也不太光彩 他只好退嫌 退嫌以后 赖清德的经典总监是潘孟安 原来是屏东县长 就紧急把自己的爱将 因为习葵户跟潘孟安20年 当他的基要秘书 办公室主任 然后当到还去屏东县政府挂检任秘书 你可以看到 我们检任秘书是很高很高的位置 然后一路栽培 就是这个 那既然临时这个人不能选了 我信物爱将马上去顶替 那当然这个七国民党没有提名 那没有提名当然 就可以来讲 就是说如果国民党的人去挺习葵户的话 也不违反党纪委 你没提名啊 所以屏东的操作空间其实非常微妙 那这个地方 其实屏东的司法本来在台湾 它就是最被人家看不起的 六年前国民党派出了检太郎 检太郎是一路在内政部 我们那是都三十几年了 因为他就是记者都会去采访 他以前负责选委会 后来当选委总干事 在马正鲁时代还到行政院当秘书长 就是说他一路的公务人员的 对屏东的人来讲是一个骄傲 他还是屏东同乡会在台北这一 各区的负责人理事长什么之类的 所以地方人脉很绵密 国民党就派他去选 就是六年前 那时候蔡英文已经当总统了 派国民党派主发会的主委 降调去屏东去操盘 当屏东党部主委 结果他说因为你们国民党有一张文献 这是在污蔑我们 屏东地检署马上要求把 把张亚平把他收押 这个他剩十八天你知道吗 这个非常恶意 收押以后 然后那个检察官在法庭上就骂他 我就看你的文献就很不爽 还塞到我的信箱什么什么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呢 因为潘孟安请的律师叫做周春梅 周春梅的老公那时候是司法院 刑事厅的副厅长叫张明宏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 我都难怪屏东的司法就是这样嘛 所以你有时候为什么让人民不信任 就像我讲的 周品权已经压了 为什么要两个月以后才压周典论 因为你是在恐吓郭台平 你不要出来嘛 恐吓你们国民党那些人不要动嘛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武器拿在手上 今天你看到我们的司法 尤其检察官 检察官四年前怎么去帮蔡英文 去融资一个 对不对 大家知道王立强的事件 检察官真的去把无辜的人抓起来 扣在台湾1426天 这种检察官让人划指 我们整个司法体系 在配合民进党的选举 对不对 去年派16个检察官扣住了 袁清彪的儿子 装脚都不能动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啦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赖金的到大陆南道 没有被人家请吃饭吗 大使 一定有啊 你问一下 你问蔡 蔡英文也有啊 蔡英文本身她去大陆南道 没有吃过别人请吃饭 她说我不去吗 对不对 这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这个到对方去访问 人家看似你里长基层的 台湾的里长 他要跟你交流啊 对 大陆的地方政府 也要跟你交流啊 还希望这样多一点这些将来两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 宝贤 中文字幕——YK